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朋友们来到瑞典王国 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 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配音员操着浓浓口音 内容充满讽刺意味 瑞典电视台摆明杠上中国大陆 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拉屎 手上有瑞典大便 在瑞典我们就洗手 谢主陆克不闻名罪状 包括随地便利 如侧后不洗手吃狗肉 极尽所能大作文章 还说连中国政府都禁止自家169个 美工得新的公民处境 直指中国人是中族主义者 甚至调侃闹事者大叫救命啊 嫌疑听起来像英文 救命啊 救命啊 节目一播出就让北京官方怒火中烧 有关节目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 严重挑战人性良知 严重违背媒体职业道德 我们敦促瑞典电视台及有关栏目立即道歉 不只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痛批恶劣入华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评论24号也发文要求道歉 大陆网军更号召中秋节这天群起攻入瑞典外交部脸书谩骂 但瑞典节目制作人反抢是中国人不懂幽默 一场陆克大闹被驱离的旅游糾纷 如今升级演变成外交风波 战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3D新闻 众口罗导